刚结束了我的直播 给你们看看我这可怜的小直播台 我就在这一坐 然后这边放的样品 就在我刚刚直播的时候 小吕同志在外边捧了一束花回来 我真是受宠若惊了 不知道是咋回事 我得出去好好问问她 是不是犯杂错了 你看见你爸拿的是啥花了吗 好像是挺香的一束花 啥花啊认识过 本来就一个小球 这位大哥 刚才那东西呢 这是什么意思 哇 是鲜花吗 哎呀好香 说吧犯杂错误了 你跟你姑娘同样的 这个口气跟我说话 对呀 我就单纯的给你们买说花 不对呀 没有啥意义 对呀 突然间买一束不黏不解的 你爹现在手头宽裕 车袋还完完没有压力 那你这有点太宽裕了 你要这样的话我还得没收点零花线 你要这样的就没有意思 不黏不解的 我就问你喜不喜欢 臭味吧 那得行 有点心情有一点高兴就可以了 一开始我想给你买太阳花 太阳花我行着半天算了 还是这个好看一点 不是我就是哪个举动或者是我怎么样了 突然让你萌生了给我买花这件事 没有啊 这是我从认识你开始收到的第二束花 第几束啊 第三束 第一束是咱俩出地下的时候送我的玫瑰 那时候是十一朵 第二这是我过生日 你送给我跟我姐的 这是第三束对吗 还有树呢 还有啥 那是熊 这多少钱高姐 因为我刚开始香了师傅姑娘 嗯 再吃 哦 你看 萌萌送给你的 这是啥呀 对了会出点事啊 嗯 下个月 去烤全羊我安排哦 你安排 我安排 个啥安排 哎呀你真烦人 我爱你你哦 我现在车袋啥啥都还 我现在一点压力都没有 嗯 这点事我还是能够安排的 那一顿烤全羊正好是你一个月还车袋的钱 对啊 对吧 1700 一个烤全羊是1500多 嗯 再买点水 一说烤全羊就这个先美上了 咋的你能吃多少啊你能吃头羊啊 能吃头羊啊 羊头 咱们叫谁叫什么大姨 你小姨 老爷 我呢 我呢 我呢还是谁 姥姥姥爷 还是谁 奶奶呢 你和奶奶忘了 啊 谁忘了 奶奶没睡觉呢 现在都听着 多少人寻你 没有 都没寻思 啊 我呢 我是妹姥姥姥就是就是那个妹妹奶奶考虑在内 就不带 没考虑在内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咱们走的时候直接就叫上去完事 嗯 我跟你说我是挑事第一名 我这人可坏啊 哈哈哈哈 其实也不大那些羊 嗯 不是有菜吗你说的 对 还有几个菜 其实我就特别想去那种山庄就是呆的人可多了可有意思了 完了就是有那种有山水啥的就在那呆一天多舒服是不是 嗯 再一天 早上去可能中午吃上中午12点 1点钟吃 嗯 吃个三四点钟咱们可能就回往后不返 一切 挺好的 烤悬羊这件事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下个月 小李同志带我们去 就这么定了 视频为正啊 咱们看看下午愿让小李子安排我们吃烤悬羊 好